在英格兰3比2击败西班牙的欧洲国家联赛中,西班牙队长拉莫斯再次体现了自己的两面性,他在最后时刻投球破门,打入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第16例进球,追凭了欧洲后位的国脚金球记录。 然而,西班牙队长之前,对英格兰10号球员斯特林的犯规,也使得自己再一次遭受到球迷们的口诛笔伐。 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时,斯特林在进攻中倒在西班牙禁区内,此时球已经运动到外围,禁区内的球员们都奋飞向外跑。 视频显示,拉莫斯在经过斯特林时,似乎用脚踩踏了倒在地上的英格兰人的小腿。 在这次接触之后,斯特林捂住小腿,痛苦的躺倒在地,看起来受到了伤害,然而裁判注意力全在足球上。 因此对这个动作没有任何表示,斯特林也很快回到了比赛。 不少英格兰球迷指出了拉莫斯的这个动作,并在网上声讨黄马队长,他们认为,拉莫斯的这个动作应该是道红牌。 黄马和西班牌会长拉莫斯,身为后卫,他一带有极强的进攻欲,常常能够抓住机会破门,在关键时刻挺身接触。 然而,在对方球迷眼里,他或许是最大的敌人。 百姓 百姓